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兩粒,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服用腦健能提高腦筋的靈活性,增強記憶力及視力,活化腦細胞,延緩長者的記憶力,舒緩情緒緊張,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來到了最後一節的恩觀點 有Sat Klin 今次講大阪 剛才講到去完東京,等到下一個long weekend 其實中間我先去首爾先的,就是EASTA 7月1日就去了大阪 7月1日去大阪,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去年6月18日就是大阪的大地震 當時那個機場甚至還斷電,大家有沒有印象 是的,那個是地震還是打風 它是地震來的,然後去6月中就地震 然後recover了之後,7月1日我就去了大阪 那大阪呢,我當然都是第一次去的 但是去年我是嘗試自己一個去我未去過的地方旅行的一年 所以我又是膽粗粗,又不知道上不上飛機 所以又是last minute買機票,到了才預訂酒店的一個旅程 這樣我到了大阪呢,我都是很早去到大阪的 那大阪給我的感覺呢,一下飛機是比較適合遊客的 就是它可能比較多英文的標籤 然後大阪的人是相對說英文是比較厲害的 是啊,我覺得是東京的人會說他不說而已 是否商業一點還是節奏又快一點 他跟大阪的人是like一點的 所以我在大阪置業就沒有在東京置業的意思 你在大阪置業的原因 就是我很喜歡日本,租樓出去 那些租金又可以來日本玩 但是純粹少少提外話 我想問置業你覺得它的回報怎樣 一般都高的,譬如你50萬買一層樓 然後每個月,這麼便宜的 對呀,現在升了,現在要70多萬 就回報3000多港幣 它的percentage挺高的 因為香港的樓當然入場費很貴 但好像比例都沒有這麼好 因為我那個地產公司 智偉哥都是他的大客人 所以我也有在智偉哥附近的座位鄰居 有一個小的單位 它那些全部都是house 但我覺得大阪就比較集中 就是去很多可以走的地方 可能是深齋橋,蘭波 中文字比較多 對呀,你都很容易找到 人會講到中文 或者至少有英文的翻譯 我覺得在旅行來說是挺好的 大阪,因為我覺得相對 好像是沒有那麼密集 和好像沒有那麼繁忙 我在大阪,我住的 有一個地方 有一點 我也是住的 但是另外一間的 這次又不是男女了嗎? 旁邊沒有避寒 也是男女 因為我也是在最後一刻才預約 但它分很多小房 我房間裡只有三張床 就是六個人 好像是住不滿的 然後我 七月都住不滿 那就真的好 那些人有錢也不住這些 我相信是 而且其實有很多sharehouse 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供應也多 但我有一個要求 我要求它要有一架單車給我 送一架單車給你嗎? 不是,它要留一架單車給我租 它要幫我租賣 那個capsule它本身是有單車租的 那我就選了那一間 那是很便宜的 你猜一下租單車是多少錢? 租了一間屋 即那張床 分開計 你上次在東京說300元一晚 那這次大阪應該 一晚應該250元左右一晚 是啊差不多 哇你很聰明啊 果然是業主 接著就是單車 我又沒有試過租樓要送單車 不是送單車 就是租單車 我想要按金要付嗎? 因為我知道我會從早上玩到黑 所以我一付就要付全日的錢 全日的? 嗯 全日租單車我想要不要 2000日圓 即是84元 不用 不用 很便宜 它是100日圓 一個小時 五小時以上 一天的價錢就是500日圓 500日圓 然後我完全覺得超便宜 比共享單車更便宜 然後我每一天都有 然後最後的那一天 因為我要比較早開始玩 我出門口的時候 reception 還沒有人 但他有一個紙 他就說 如果你需要服務 但沒有人 你就打這個電話 我就打給他 他就說 on the way 回到9點才有人 然後我就在那裡等了他一陣 但他超級好 去9點到其實他沒有遲到 但他說 因為知道我等了他一段時間 他那天free給我 這麼棒 所以其實我的成本 便宜了給你 便宜了給你 每日500元 最後那天還不用錢 我就是踩越單車到處去 其實你無論是蘭波 還是心齋橋 還是黑門市場 其實都是單車十多分鐘就會到的地方 很方便 後來在大阪除了踩單車之外 我都有買乘車券 我買了萬博紀念公園版的乘車券 它是兩天的券 萬博紀念公園版 就是它會包了萬博紀念公園 這個公園你那時候有沒有機會去過 我沒有去的 我的朋友抓住我 都去一些藥店 三浦 整個心齋橋的店舖 逐間逐間掃了 我想去一些公園 你認識我太遲了 不遲不遲 剛剛認識的 剛剛開始了我們大阪機會 如果有些人對大阪比較熟識 萬博紀念公園 就是在地鐵的最頂 你要在千里中央再轉一輛電車過去 那個公園很大 以我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很能走的人來說 我也是走得很辛苦 去東南西北都有門 但是我當然是走不完 我就在兩個比較近的門 經過了一個中間出來 但是又說過 因為我是地震之後去的 原來正門那條橋 我看不到它倒 但是它就封了 所以我不能走就說是維修中 但是由於天真的 我是不懂日文的 我第一次經過Sakir哥哥 就跟我說 嗯嗯 我就以為走前一點點 我就可以找到它入口 但是它的一點點是我走了半個小時 什麼都沒有 然後那條橋就走到了盡頭 我不知道我是應該轉左還是轉右 其實它的動作是代表什麼 是向那個方向的 其中一個選擇 但那個選擇原來很遠的 然後我走了很長的時間 我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又附近沒有什麼人 我就唯有走回它的那個 終點 我一開始看到Sakir哥哥 你不是說我教Sakir哥哥 搞錯啊 你是點錯一個地方 但它不太明白我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在那裡問路人 那它不明白你說什麼 都不代表它要露點你 不是它真的不是想露點我 我在那條橋中間 我回去的途中 然後我又遇到一些途人 然後有一些人說到一些英文 然後我就說我是去這個公園 然後人家就帶我去找Sakir哥哥哥 第一次進不到那條橋 斷了那個地方 又是那裡 但我一開始不知道那條橋斷了 它只是這樣 我感覺到它不讓我走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讓我走 其實去大阪很多人都會講國語 日本人都是 那它又沒有嘗試 後來那個老人跟我講英文 然後它就說 OK 你找個Sakir哥哥哥哥 他就回頭走了 我找它 然後又重複了一遍子 你應該跟它說我那個Sakir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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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找Secure 今次就聰明了 給了一張字獄 上面是日文的 你不要那麼煩啦 然後我衝過去找回前面走幾步的路人 然後我就說 他寫說不要煩我 什麼意思 然後他說原來橋斷了 你也知道橋斷了 一早就知道 然後他下面就說 我不太肯定東南西北哪個門 意思是東門不行 你就去南門 但公園這麼大 我剛才走過半小時 我還沒離開東門的範圍 你明白嗎 我走了半小時去那條橋斷 終於是Kidlin那種不放棄 如果讓我說去都去不了公園 我來就去另一個計劃走 但公園是要進去 可能是大 你離遠就看到 你覺得應該似乎是 我覺得你排進去比較方便 排不到 下面還有高速公路 然後我很努力走到南門 去到門口其實我已經很累了 你走了一個小時 接近一個小時 不過因為我中間來回了一次 如果我第一次很順利 我相信半個小時是真的去到門口 但因為我又不是很熟路 我又想找人問 然後又中間重複了一次錯誤的決定 唉 但那個人都相當不錯 路人都帶我走完整個第二次 你兩次都出門與貴人 對 還有那時候是很熱的 七月跟著是烈日當兇 那個人還要照顧那個BB仔 是女人來的 也很好 那個是見你美女幫你的男士 可能有動力一點 但那個女士很好 抱了BB 其實我想她比我更辛苦 然後這樣來回 我終於去到另一個門 然後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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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很漂亮的 然後走了 我想走了一兩小時 不過我很輕鬆的 裡面那個公園是大到 如果你去過北京儀和園 有那些爬艇 還有鴨仔 我還沒去過北京的 很大的 所以有水上娛樂設施等等 我走了大概兩小時 我就出來 這樣在附近 就是在萬博紀念公園的門口 有一個摩天輪 是大阪最高的摩天輪 咦 大阪我只是以為海遊館有個摩天輪 等等 我原來去萬博紀念公園 有個摩天輪 還要大個海遊館那個 其實是在海遊館那裡 那個公園 你等等我去 是啊 你那個是一個海洋的 是海洋公園 為什麼不去那個海遊館 才進去那個公園 我真的沒去過 他們的門口其實就是 右邊是你那個 海遊館 海遊館 左邊就是那個公園 所以我想你經過了門口 經過了我沒有進去 然後那個海遊館 後面就有個白色很大的摩天輪 摩天輪我也有去到 然後我就用 因為我是買那個 乘車券 我就可以包了我去這些景點 我就去一趟摩天輪 然後我不知道是天氣太陽光猛烈 還是可能比較早 沒有什麼人排隊 然後我就直接上去 你那時候要什麼排隊 海遊館不用 但是那天下雨 摩天輪也不用 下雨那天很冷 然後我就很高興 不用排隊 當然了 那麼容易哪有人去海遊公園 七月我也不去 其實也有點害怕 因為它真的很高 下面是玻璃 越升越高 下面停車上的車子 你不怕高的 我覺得日本那些是安全的 我就坐完回來之後 我覺得魚不去滾得太快了 但我回來的時候 我Post例如Facebook 其他人就說 這麼厲害 剛剛地震完橋也斷了 你搭最高的 你真的夠膽搭 但我純粹是沒有想到 可能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沒有人排隊的原因 可能是沒有人排隊 但是因為怕它有魚震 我的朋友就覺得好像是有點危險的 但是我也做完了 然後我就在那裡慢慢出回來 其實那裡也有點遠 所以你出回來也要一段時間 然後你才可以去到心齋橋 對 去到心齋橋那些 那中間呢 你去到心齋橋 當然也是離不開購物 然後其實很多都是香港人來的 因為好像7月1號 他們是有一個減價的季節 真的很多熟路的香港人 我那時候在GU 聽到一些很紅亮的聲音 老公很便宜 幾十元港幣就買了 好心 香港人去另一個國家 就不要這麼大聲說話 真的失禮死人了 我覺得好像大家覺得外面的人 聽不明白他說話 就不知道他是香港人 但你不知道你說什麼 會覺得你好像叫救命一樣 而且你知道日本人 一聽到這麼大的聲音就會看 總之是比較容易觸摸的 可能太興奮 但不得不說真的很便宜 但因為我自己一個去 我沒有被呼喚的對象 所以我不知道可以去哪裡 如果便宜的話 我寧願掃一些水果 杯麵 海膽杯麵很想吃 水果 香港你知道多貴 我看到衣服減價 我不知道其他東西 三反而少買 三反而我少買 除非真的很漂亮 但大阪通常衣服都沒有東京那麼漂亮 是 但便宜一點 但好位價格是沒有那麼好的 但可能我少見多貴 我在那間店裡買東西 我有一個籃子 有些衣服 然後它是自助付款 譬如我在美國或者澳洲 我自己一件一件 自己出來 但它不是 它整個籃子放進去 它直接出了你的籃子 裡面有所有東西 電動的 電腦直接顯示到 這麼厲害 裡面可能每一件有一個報告 然後它就告訴你 整個籃子有這麼多錢 包括1234567 然後就已經是完成了 一放進去你就已經可以給了信用卡 然後 為什麼不去到電腦 可能更便宜呢 我不會去 去去去去去 在機場附近有那個電腦 我是 下次帶你去 不用怕 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去 很多機會去 但是 那個公園 我會遇到腳骨力給你 我知道你很喜歡走 我一定要遷就你走多些路 我個人比較喜歡走路 但我想沒有你那麼 我們可以斬斷一點 我不用一天去東京所有車站 我看到你那個很 三天可以去我三個月的行程 都知道我平時都很爛 咦 我們是不是差不多 還有我們可以補充 大阪還是多開一天 多開半集 不用 我們今天很多謝 Jackie Lynn 下一集我會再邀請你上來 講一下首爾 還有講一下 這個 可能我們會再去旅行的 再講東京其他地方 好 今天很多謝你 下次再見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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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